東航昨天就有一個聚機的事故 Hilko,我問你這個聚機事故對東航670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昨天的估計已經跌了下來 今天來說也有一個受壓的狀況 昨天也跌超過6% 今天暫時也跌超過5% 對於東航來說 雖然這樣說,雖然它那個飛機的扣入 就是在波音那裡扣入 當然美股那裡的波音股價肯定會受壓 但是始終現在是一間航空公司的飛機有一個失事的狀況 乘客方面其實也會有一些介心在那裡 可能就會出現一個短期的退機票的狀況 所以這些消息面對於東航來說 都是稍微是負面一些的 所以現階段去看的時候 可以留意兩個半這個位置有什麼支持 如果你說今個星期都不能守得住兩個半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就是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這個股價有機會會落到兩個三 甚或是兩個一這些位置才會有機會揣敵 始終在 我想在去年的下半年開始的時候 投資者對於負面消息的敏感程度就會比較高一些 一般來說,對於一些負面消息的時候 那個估額是異常地大 所以現階段來說 就不適宜用一個基本面來分析 到底什麼位置應該會見底的 除非它的消息面淡化了 那這個股價有機會會揣敵 但是如果你天天都有一些新的消息 而且消息要負面的話 可能那個估額來說 就會比較上是厲害一些了 嗯,好啊 那Hugo就參考一下Thomas的意見了